HELLO 大家好,我是SAR 大家好,我是SAR 既我們上次拍了泡麵的創意吃法之後呢,我們今天決定要帶來一個創意咖啡喝法 可是大家不是想看一個創意泡麵嗎? 我就暫時還沒想到 這樣子 好有口味 不要這樣為難我好不好 好,來,今天有什麼? 我介紹三種,然後材料其實都是可以在便利商店買到的 很方便 CC LEMON 為什麼會用CC LEMON? 因為其實是我有在一間店喝到,它是Espresso加氣泡水加檸檬加黑糖 喔,好喝欸,感覺 它其實很好喝,然後很適合現在夏天的時候來喝 只是我覺得很麻煩,你也知道我懶到爆炸 我知道啊 而且我相信大家應該也不會想看這麼麻煩的做法 所以呢,CC LEMON啊 好,我們來試試看囉 等一下喔,我想一下 怎麼了? 因為通常如果你咖啡先下,再加氣水那個泡有毒 所以你可以先倒氣水 這個再下去,它就是會有點分成的感覺 真的嗎? 真的 可以再丟一兩顆冰塊 喔,喔 大耳現在就是一個調酒師 然後現在要看我做咖啡,它快受不了我了 欸,但我是厲害的好不好 你根本就看我在那邊穿 對啊,還蠻棒的,很厲害 你手在那邊 喔對啊,你幹嘛又放一個手沖的畫面啊,傻眼 我就想秀,你管我 大家覺得Erika手沖看起來很轉眼嗎? 欸,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欸,我是可以去比賽的 天啊 我的師傅說我已經可以去比賽,只是我沒空比而已 師傅,師傅有嗎? 我大概加個1比1好了 這種東西就是隨性 變快再多一點 好,那我要加囉 要有一個專業的感覺 專業到 欸,它真的會分成耶,等一下 對啊,就下不去啊 誇張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拍 這個好漂亮喔 給我1分鐘的時間 因為通常 給我1分鐘的時間 因為有款很有名的調音 就是用Expresso加通靈汽水 這個會變這樣 真的意外耶 真的是我的作品嗎? 哎唷,好討厭 你就把它倒下去而已 是什麼味道? 那時候一直在想我要買雪碧還是CC檸檬 因為我覺得CC檸檬 感覺就是有那麼純粹的檸檬味 好像蠻多人做夾可樂 我看很多人在拍 可是我聽到的結論都是很噁 我想大家應該就不想看了 其實我覺得兩個黑黑的東西加在一起 應該蠻噁 所以兩個白白的東西加在一起 應該會很好喝 像是... 我不想要跟你討論這個 哈哈哈哈 我先試嗎? 先試啊 哇,好奇妙的味道喔 咖啡本來就有點酸度 再加CC檸檬應該還OK吧 沒有想過是這個味道 會有一個中藥味 是用中藥嗎? 不是啦 這咖啡很好喝 會咖啡欸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呢 還是就是好好的去切檸檬 現在Seven好像有在賣檸檬咖啡 比較CC的咖啡 我剛剛去買的時候剛好看到 其實我相信咖啡家氣泡飲會很大 CC檸檬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是種藥味 失敗 哈哈哈哈 第二種是小美冰淇淋 冰淇淋就是要用這個挖啊 剛剛就是打算只是用湯匙去挖一挖 那你會用這個東西嗎? 我以前也是打過工的 你來挖 喔!你給我拍特寫喔 欸這...你知道 而且小美冰淇淋又是... 嗯哼 怎麼會這樣 那是因為小美冰淇淋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平常挖冰淇淋 都是在那種大冰桶裡面挖 是 它這樣子那麼小 我跟你說這要有點技巧 我們來比賽誰就會挖冰淇淋 你已經挖了30秒囉 不要囉嗦啦 然後這樣把它抹平 對不對? 然後... 欸? 喂? 啊? 怎麼這樣? 這很難挖 這真的很難挖 你又是喔 這爆難的 來我要挖囉 好濕喔 是不是? 是不是很難? 好啦有點難 這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那是因為這個真的太軟了 而且你剛剛畫太多 這要融化了 可是我畫比較多 Yeah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好吧 然後再把我們的Espresso加下去 直接加嗎? 直接加 漂亮的零 漂亮的零嗎? 漂亮嗎? 欸? 好像也還蠻普通的 很普通嗎? 我覺得你是不是加太多Espresso 剛剛有點短腰而已 你有看到 其實你這樣子差不多就可以了 其實剛剛就是全世界都逼迫我 一定要加巧克力脆片 那我巧克力脆片在哪裡? 在哪裡? 這邊也可以買到 你要撒嗎?還是我撒? 我現在已經放棄任何做咖啡的事情 雖然我是一個專業的咖啡師 其實還蠻美麗的耶 我剛剛其實非常的不想買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就懶得走出去是不是? 嗯 這樣蠻美的耶 完成! 有一些咖啡店會買這個 這沒什麼問題 很好吃啊 有碎片之後差很多 而且咖啡很香 它搭冰淇淋真的是無敵 而且因為Espresso 一般人會覺得很苦 搭了冰淇淋之後 Balanced掉那個口味 第三種咖啡的創意 因為我覺得前面都有點太簡單 所以我覺得要介紹一個厲害的 大家在家裡也做得出來 首先你要先準備香蕉泥 是弄的啊 把香蕉泥先鋪在最底下 這樣是半根香蕉 加入熱可可 欸? 香蕉泥完全看不到了 所以不用冰塊嗎? 不用再熱啊 這樣會有分層嗎? 不知道耶 然後再加Espresso 怎麼覺得很實驗性啊? 應該要攪拌嗎? 不用 不用! 喝的時候攪拌啊 現在不用 然後為了要看起來厲害 可是你上面不是有裝飾嗎? 你這樣要怎麼攪拌 它會沉下去嗎? 那是看不下去 那是調酒師 那是看不下去 你受不了我了是不是? 不會啊 你那麼棒 你可以 就是講話 欸我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 那是你 那是球丟了 然後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簡單 它看起來有很厲害嗎? 沒有 我覺得我們喝喝看 先喝 看你反應我再決定要不要喝 我覺得很好喝 可是你一開始吃到香蕉子會嚇一跳 你如果香蕉再更細一點的話 我剛剛其實一直在想咖啡味在哪裡 它有時候都是咖啡比較重 有嗎?我覺得是可可味 還是我剛剛吃到太大一口香蕉 一入口還沒有香蕉味道 嚼它的時候 香蕉味就跑出來 反正味道很好 推薦給大家喝這個成功 你覺得哪一種? 就像這個 我也是耶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也很強 但就覺得沒有那麼完美 我們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問題 CC LEMONDA CAFE 會怪怪的 你們還是好好的選個雪碧 或者是氣泡水 這些很多就是帶口味的氣泡水啊 不然我覺得葡萄油應該蠻搭的 喔 可是因為這家的咖啡版就是偏酸 因為他們是用那個裝圓豆 歡迎大家在家裡面試試看囉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訂閱頻道 然後幫我們分享影片 在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